大家好 我是XG 企业想要打广告有很多不同的方法 找明星代言就是其中一种 不过能请明星代言的 通常都是一些财力雄厚的大公司 因为一线明星的代言费都很高 动不动就是千万起跳甚至破一 可是在中国却有一位大妈 仅仅用了30万外加一波神操作 就成功忽悠了巴西球王罗纳杜 让他在猛然不知的情况下 给自己的产品拍广告 帮自己的品牌当了三四年的代言人 堪称是中国广告界的一大奇闻 这一次就来说说这位中国大妈 是如何自取巴西球王的 今天要说的这位中国大妈 名叫江佩真 1946年江佩真在广西平南出生 13岁的那年一位妈妈离世 底下还有四个弟弟妹妹要照顾 江佩真于是进了柳州市糖果二厂打工 负责包糖 因为表现出色加上工作态度认真 江佩真很快被升为组长 再到车间主任 18岁的时候被全厂员工推选为副厂长 33岁当上了厂长 成为厂长之后 他又推行了一连串的改革 把绩效和奖金挂钩提高员工的积极性 之后江佩真又去了法国 意大利和德国学习制造出了中国第一颗的果酱夹心糖 第一块的花生巧克力和酒性巧克力 让柳州糖果二厂成为全国产量第一的糖果厂 不过好景不长 因为成本上升加上假货越来越多 糖果厂的销售额急速下降 甚至面临停业 江佩真意识到不能单靠生产没有基础含量的糖果 于是他一个人带着7万人民币去了上海 想要寻找一个不容易被复制的配方 在上海江佩真认识了华东示范大学的教授王耀发 当时王教授在研发一种专制慢性咽喉言的配方 教授听完江佩真的来意之后觉得他勇气可嘉 决定无条件把配方送给江佩真 还教他如何把自己的配方和糖果厂自销的润喉糖结合 成为了后来在中国驾驭互晓的金嗓子侯宝 为了报答教授 江佩真把教授的头像印在金嗓子的包装盒上面 虽然用的黑白照片总是让人误会 教授是什么古人或者是已经挂了 江佩真对自己研发出来的金嗓子非常有信心 1995年 他东拼西拓拿了500万人民币在样式下广告 洗脑式的口号加上铺天盖地的讯传 金嗓子很快就成为了家喻户晓的产品 1996年 金嗓子的营收突破了1亿人民币 江佩真的传奇经历和上面头脑也让他得到了江老娘的外号 之后几年江老娘的生意越做越大赚了不少钱 他也就开始回馈社会 本来就是一个足球迷的江老娘出资百万 开办了广西金嗓子足球学校 推动足球的发展和培养有潜力的球员 也就是因为喜欢足球才有了后来忽悠罗纳杜当金嗓子代言人的故事 罗纳杜在足球方面的成就应该也不用我多介绍了 他当过三次世界足球先生 拿过两次金球奖 还帮巴西拿过两次世界杯冠军 打前锋的他因为金人的攻击力而被称为外星人 不过虽然罗纳杜在球场上凭着出色的球技骗过很多后卫 但是在现实生活中他才是经常被骗的那个 罗纳杜成名后不久看中了一间海边别墅 想着每天醒来可以看看海景 黄昏又可以欣赏夕阳 罗纳杜就让经纪人帮自己买下别墅 可是住了几年后他才发现自己只是个住客 别墅的拥有人是自己的那个经纪人 2008年罗纳杜因为脚伤回去巴西休养 有一晚他去了夜店狂欢 期间他看上了一个身材火辣的美女 两个人一趴即合直奔汽车旅馆 到达之后美女又叫上了另外两个姐妹 可是当罗纳杜准备脱裤子的那一瞬间 他才发现三个所谓的美女竟然是男的 吓得他马上说回去提裤子走人 三位美女自然是不放人了 为了避免事情闹大 罗纳杜给了美人600美元 希望美女们可以保守秘密 不过其中一位美女却是指大开口要加3万美元 双方因为价钱谈不拢大打出手 最后美女报警闹上了新闻媒体 不过罗纳杜也算是傻人有傻夫 因为世子开口的那位美女 没多久就因为艾滋病发离世了 看完这两个例子 大家多少应该能理解 为什么罗纳杜会上姜老娘的当了吧 2003年罗纳杜所属的皇家马德利开展亚洲自律 其中一战就是中国 提前收到消息的姜老娘开始打起了如意算盘 她找到了一个西班牙人当中间人联络罗纳杜 有个中国老板出重镜想跟你吃顿饭 去吗 罗纳杜当时应该心想 中国人真热情 请我吃饭还要刀贴 不去白不去吗 于是在2003年8月1号 罗纳杜趁着队员去故宫参观的一个小时空档 偷偷溜到酒店对面的长安俱乐部跟姜老娘约会 刚一进场 老迷妹姜老娘就热情交代 除了准备了一个巨型的金嗓子跟罗纳杜合照 姜老娘的手还很不安分的偷摸着这位巴西球王 不过这些都只是钱菜 接着姜老娘拿出了一件花了788人民币定制 上面写着金嗓子猴片的9号球衣给罗纳杜穿 见过市面的罗纳杜虽然有起疑 问姜老娘这不是有我的爱言吧 姜老娘就说 不是不是只是给我们公司内部宣传用而已 单纯的罗纳杜相信了姜老娘的话 开始对着召商记各种摆pose 姜老娘之后又搬来了四五台摄影机 让罗纳杜站在栏目前表演射门绝技 然而这时候罗纳杜却不高兴了 原来当时Nike是罗纳杜的赞助商 但是姜老娘给准备的足球却是Adidas的 那这怎么办呢 还好有个员工私下带了一个足球 本来是想着给罗纳杜签名的 刚好那个球就是Nike 罗纳杜这才同意了用这颗球继续拍摄 开始对着摄影机表演各种金色 拍摄期间罗纳杜的球袜滑下来了 工作人员想上前帮忙都被罗纳杜拒绝 唯独姜老娘去的话怎么弄都行 拍摄结束后 姜老娘还边摸罗纳杜的头 便用柳州话说 真是乖仔 几乖几听话 临走前罗纳杜还摟着姜老娘 喊她足球妈妈 整个拍摄过程用了45分钟 姜老娘给了罗纳杜30万美元 第二天跟中国队替完友谊筛后 罗纳杜就结束了她的中国之旅 而钱那么好赚又有老迷妹的招待 我猜罗纳杜当时应该心想 但殊不悔不滑下 但殊不知她自己才是那个怨大头 2013年9月罗纳杜离开中国的一个月之后 电视上就开始铺天盖地的播放在罗纳杜的金嗓子广告 而这次广告震惊了中国的广告界 大家都搞不懂罗纳杜为什么会给金嗓子代言 加上广告的制作看上去很粗糙 观众一开始还以为这是罗纳杜的模仿者拍的 直到有记者找到姜老娘现身说法 才证实帮金嗓子代言的真的是罗纳杜本人 而当然她并没有把忽悠罗纳杜的真相说出来 后来这支广告被中国网民评选为 当年的十大受争议电视广告之一 罗纳杜也被选为最不受欢迎广告代言人的第三位 而除了电视广告以外 金嗓子还把罗纳杜的照片做成各种宣传海报 就连官网上也有她的身影 直到2005年 另一家中国企业找罗纳杜谈代言 期间谈到了金嗓子的广告 你怎么会帮金嗓子代言 广告还拍成这样 罗纳杜这才第一次知道自己被姜老娘耍了 虽然罗纳杜当下想着要提高姜老娘 不过经纪人却跟她说中国的法律不管用 就算让你告赢了 也拿不到像国外的那种巨额赔偿 说不定还变相给金嗓子充了一波流量 迫于无奈 罗纳杜决定暂时不追究 任由金嗓子继续在中国放着这个广告 之后又过了两年 有另一家中国企业找罗纳杜代言 但是对方提出的条件是要先跟金嗓子断了关系 罗纳杜这才决定要提高金嗓子 算一算当时罗纳杜一年的代言费大约是300万欧元 而金嗓子爽用了他的肖像权四年 也就是罗纳杜损失了1200万欧元 事情爆出之后 记者想要找姜老娘回应 那当然是找不到人了 公司只是强调 他们和罗纳杜之间是有合同的 可是让他们拿却又拿不出来 处于风口浪尖的姜老娘 这时候又来了一波神操作 就是邀请罗纳杜的老乡卡卡做代言人 传言罗纳杜知道之后 马上打电话给卡卡 让她要小心不要被姜老娘骗了 没想到卡卡说 自己真金白银的 收了1430万人民币的代言费 我猜当时罗纳杜应该都要哭死了 关于金嗓子和罗纳杜的官司 新闻媒体没有后续报道 有传言他们后来是庭外和解 应该是赔了一个让罗纳杜满意的金额 至于金嗓子有了卡卡的加持之后 生意蒸蒸日上 在2015年卖出了破纪录的1.29亿盒 同年7月金嗓子在香港上市 在上市仪式上 姜老娘八七敲锣的一幕 还成为了很多网民心目中的经典 不过那之后金嗓子的股价却一路上下 姜老娘也继续她的赖账本色 2017年姜老娘被一家广告公司提告 说她没有按合同如期支付5000万人民币的广告费 最终姜老娘被上海法院列为私信人 也就是中国所称的老赖 除了赔钱之外还被限制出境 相信罗纳杜知道的话也会觉得很欣慰了吧 好了,我是小鸡 我们下次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